各位长辈朋友们请注意,有件睡前的小事,可能九成九的人都不知道,只要在睡前吃上一标东西,就能让你的肌肉修复速度,快得惊人,如果你忽略它,你的肌肉可能会在夜里悄悄流失,听起来不可思议吧,其实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平时饭量也不算少,也试着锻炼,怎么肌肉还是一年比一年少,整个人越来越没劲。 医学上把这种随年龄出现的肌肉流失,叫做肌少症,研究表明,人从大约三十岁开始,肌肉量就会逐渐下降,如果不加干预,等到七八十岁时,肌肉可能悄悄流失掉一半以上,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吓人? 肌肉流失带来的问题可不只是没劲而已,要知道,肌肉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和储备库,肌肉少了,新陈代谢就会降低,更容易堆积脂肪,血糖控制也会变差,力量不足,日常起居都受影响,提个重物,爬个楼梯都费劲,万一摔跤了,还更容易骨折,恢复更慢。 有些长辈晚饭清淡,往往粥汤喝得多,鱼肉蛋吃得少,蛋白质摄入不足,更会加剧肌肉流失。 难怪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自己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走个路都比以前吃力,那么有没有什么对策可以对抗肌肉的悄悄流失呢?难道我们只能听天由命? 当然不,好消息是,科学家们发现,只要养成一个简单的小习惯,就能在睡觉时帮助我们保护肌肉,促进修复。 这个习惯就是睡前补充一点蛋白质,也许有人会担心,睡前吃东西不是容易发胖吗? 其实这里说的可不是让你宵夜大吃大喝,而是给身体提供恰到好处的燃料,让肌肉在夜里好好修复。 我们要明白,睡觉的时候身体并不是真的在休息,相反,他忙着干很多维护工作,尤其对肌肉来说,夜晚是修复生长的黄金时间,我们的身体会在深度睡眠时分泌大量生长激素。 这种激素就像率领维修工人的队长,负责在夜间修补白天受损的肌肉纤维,不过,人上了年纪,深度睡眠的时间会缩短,夜晚生长激素分泌也比年轻时少,这也是为什么上了岁数后肌肉修复变慢,更容易流失。 但正因如此,我们才更要充分利用夜间仅有的这些修复机会,把营养跟上,尽量别浪费了身体分泌出来的生长激素。 但是你想,如果这个时候身体里没有提供新的氨基酸等建材,那这些修理工人来了也没料可用,只能干瞪眼,甚至拆东墙补西墙,也就是分解自己肌肉的组织来充当材料。 结果呢,肌肉不但没增加,反而还可能流失,我们不妨脑补一个画面,深夜时分,在您的肌肉纤维里住着一群深夜施工队,队长老张带着工人们出来巡逻,准备修复白天留下的那些细小肌肉损伤。 张队长挥着小旗,高喊准备开工,并询问材料是否已经到位,结果仓库管理员小李跑过来,两手一摊,报告说今天没有新的氨基酸原料送达, 张队长一听傻眼了,心想,没有原料,这可怎么修,总不能空手变出肌肉吧,他抓了抓头皮,忽然灵机一动,嘟囔着,不如拆点旧料顶上,于是,他指着旁边一段完好的肌肉组织, 让工人们先把这里的一些蛋白质拆下来应急,明天再说,工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好照办,从肌肉上拆掉一些氨基酸砖块,去填补其他部位。 你看,这不就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吗?如果睡前补充了蛋白质,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了充足的建材,维修工人们就能彻夜加班,帮你修补和加强肌肉,防止它继续流失。 科学家也用实验验证了这一点,有研究给一群60多岁的老人睡前喝蛋白质饮料,结果发现,夜间肌肉蛋白的合成速率明显提高了。 而在更长期的观察中,研究人员发现,坚持每晚补充蛋白质的受试者,比起不补充的人,肌肉增长和力量提升幅度都更大。 换句话说,睡前的这杯蛋白,日积月累,真的能让你比别人更强壮。 特别有趣的是,他们尝试了不同剂量,发现只摄入20克蛋白质时效果不明显,但摄入40克时,肌肉合成,有显著提升。 这说明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需要足够多的蛋白质,才能点燃肌肉修复的引擎。 为什么呢?这跟蛋白质里的特殊成分有关。 蛋白质是由很多氨基酸构成的,其中有一类叫做脂炼氨基酸,英文简称BCAA。 这些氨基酸特别是其中的量氨酸,就像肌肉合成的开关。 量氨酸含量足够高时,会触发肌肉蛋白的合成反应。 但年长者的肌肉对这种触发不敏感,就好比这个开关生了秀,要更用力按下去才行。 也就是需要摄入更高剂量的蛋白质,才能让身体感受到营养供应充足,可以开始建肌肉了。 所以啊,睡前那一标富含BCAA的蛋白质,就是在帮我们的肌肉按下开关,提供原料,一起推动夜间的肌肉修复工程。 有些营养学家据此提出,睡前补充蛋白质,可以作为老年人营养策略的一部分,用于对抗肌哨症。 或许未来,在养老院的晚点中,给长者们来一杯富含蛋白的营养奶昔,将成为一种标准做法呢。 除了对肌肉有益,睡前的蛋白质,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奶类蛋白里含有一种氨基酸,叫色氨酸,它是大脑制造血清素和褪黑激素的原料。 这两样物质可以让人放松和困倦,有助于睡眠。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喝了微温牛奶,会感觉更容易入睡,并不是心理作用,而是真实的生理效果。 想象一下,睡前喝点富含色氨酸的牛奶或烙蛋白,不仅为肌肉提供了养分,还悄悄帮你提高睡眠质量,让你睡得更香。 这对老人来说尤其棒,睡得好,本身就有助于第二天的精神和肌肉恢复,一举两得。 再说说很多人关心的体重问题,睡前补充蛋白质并不会让你变胖。 前提是,我们不是在吃那些高糖高脂肪的垃圾零食。 实际上,有研究发现,晚上摄入乳清或烙蛋白,不仅不会囤积脂肪,反而有助于提高身体的代谢率。 有人做过实验,让运动员在睡前喝一份20到40克左右的蛋白饮料。 结果,他们第二天早上的静息代谢率比不吃宵夜的人更高。 还有研究指出,睡前适量摄入蛋白质,身体在夜间反而燃烧了更多脂肪。 这听起来很神奇,但想想也有道理,蛋白质需要更多能量去消化吸收。 摄入蛋白质会轻微提升身体产热。 另外,睡前补充蛋白质会引起一小波胰岛素分泌。 不过别担心,这并非坏事。 胰岛素有助于把氨基酸运送进肌肉细胞,还能抑制肌肉分解。 夜间有一点胰岛素参与,反而有利于肌肉修复。 此外,蛋白质还能增加饱腹感,让你第二天不至于饿醒或早餐暴饮暴食。 更重要的是,它为肌肉提供养分,帮助你维持肌肉量。 而肌肉多了,新陈代谢率也会上升。 长远来看更是不容易发胖。 当然啦,如果你本身饮食热量就超标,活动又少, 半夜额外吃很多东西肯定不好。 但对多数需要增强肌肉的长辈来说, 这一勺蛋白质带来的热量并不高, 却能换来诸多益处,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 到底睡前该吃什么蛋白质呢? 别急,其实选择很多,而且不麻烦。 重点是摄入优质蛋白,而且不要搞得太撑肚子。 比如睡前喝一杯温牛奶,是最简单的选择。 牛奶里面就富含烙蛋白和乳清蛋白 这两种优质蛋白,还带着色胺酸助眠。 如果乳糖不耐瘦,喝无糖豆浆也可以。 虽然植物蛋白质量稍逊一筹,但疗胜于无。 你也可以吃半盒浓稠的希腊式酸奶, 也就是那种高蛋白酸奶,或者来几块低脂奶酪。 再不然,直接冲泡一勺蛋白粉也是很方便的办法。 专门有卖那种烙蛋白粉,就是为睡前设计的。 顺便说一下,烙蛋白在胃里消化较慢,能持续释放氨基酸, 整晚都给肌肉供营养。 而乳清蛋白吸收快,更适合白天锻炼后使用。 所以睡前选择烙蛋白,会让肌肉整个夜里都有粮草补给。 顺带一提,有些狂热的健美爱好者, 甚至会半夜设闹钟起来喝蛋白奶昔, 生怕睡觉时肌肉挨饿。 不过对于我们常人来说,大可不必这么折腾。 只要在入睡前把蛋白质补足, 您尽管一觉睡到天亮,肌肉自己会默默生长的。 如果没有以上这些食材, 睡前吃个水煮蛋,配一小块鸡胸肉也行, 只要别太油腻。 记住,我们不是让你半夜大鱼大肉的搓一顿, 千万别抱着红烧肘子睡前狂啃, 那样肯定会消化不良,睡不着觉。 只需要摄入大约20到40克蛋白质的量, 别的就交给身体去处理吧。 这个分量折合一下, 大概相当于一大杯牛奶加两勺奶粉, 或者一勺蛋白粉充饮。 热量并不高, 对胃也不会造成负担。 最后, 再给长辈朋友们几点小建议, 让这个睡前增机小妙招发挥最大效果。 控制分量只需少量蛋白质即可, 大约20到40克蛋白, 约100到200千卡热量, 别吃太多, 以免胃不舒服影响睡眠。 选择优质蛋白, 尽量选择富含必须氨基酸的高品质蛋白, 牛奶、鸡蛋、瘦肉、豆制品或专业蛋白粉皆可。 其中烙蛋白因其缓食特性是首选, 避免多于糖分。 睡前应避免摄入太多糖分和脂肪, 尽量喝纯牛奶或无糖豆浆, 不要添加额外糖分, 以防止胰岛素过度波动和热量超标。 坚持并配合运动。 睡前补蛋白是锦上添花的举措, 平时还需保证每周适度的力量锻炼来刺激肌肉生长。 两者搭配效果才会更加明显。 这么看来, 睡前一标蛋白质的威力是不是很令人惊讶? 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习惯, 却能在您熟睡时默默守护着肌肉, 让身体悄悄进行夜间加油和修复。 对于长辈们来说, 肌肉就是健康的储备金, 保持肌肉意味着有力量继续过独立的生活, 不容易因为虚弱而摔倒受伤, 也意味着心沉代谢更旺盛, 精气神更充足。 别忘了, 肌肉还是身体控制血糖的重要器官, 肌肉多一点, 血糖也更稳定, 糖尿病风险都可能低一点呢。 当然, 我们也得强调, 睡前这一勺蛋白质并不是万能药, 它只是辅助之一, 要想真正留住肌肉, 还需要平日均衡的营养和适度的力量锻炼, 两者相辅相成。 当您知道了这个诀窍, 何不今晚就试一试呢? 给自己或者家中的长辈睡前准备一杯富含蛋白的小夜宵, 也许日积月累下来, 就能换来更强壮的肌肉和更健康的身体。 我身边就有两位年于六十的老友, 老王和老李, 两人都爱运动, 但在生活习惯上有点不同。 老王坚持每晚睡前来一杯加了奶粉的牛奶, 而老李呢, 觉得晚上不该吃东西, 一直空着肚子睡觉。 结果几年下来, 老王依然精神绝朔, 剑步如飞。 老李却明显瘦了一大圈, 爬个楼梯都气喘吁吁, 老李纳闷地问老王, 是不是偷偷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老王笑着拍拍自己的腿, 告诉他哪有什么灵丹妙药, 我不过是睡前比你多喝了一杯奶而已。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决定健康的往往是一些细小的习惯差异, 睡前这一杯蛋白补给, 可能就是长久下来拉开差距的关键哦。